挖掘新聞內幕 我是曾鴻儀 歡迎收看今天新聞 哇哇哇 好來 我們今天邀請到的來賓 那麼第一位是媒體人迪志維 鄭大哥好 觀眾朋友大家好 也是媒體人Yuki 鄭大哥好 大家好 另外這個媒體人旅行丸 鄭大哥好 大家好 看到你大隻 大隻 對 我很明顯到 我的身分比較複雜一點 好 耳鼻喉科醫師 蘭志維 蘭醫師 鄭大哥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好 這個蘭 我私底下有問蘭醫師說在臺灣多不多 他說很少 但是他有碰過 臺灣蘭素的蘭 對 很少見 那麼他的家鄉來自安徽 阿公來自安徽對不對 爺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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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公啦 都阿公嘛 阿公就是爺爺 我看著熱耶 快樂的熱 對啊 老花了 年紀小都會快成看著快樂的熱 好 這個蘭 臺灣蘭素其實是很漂亮的蘇 現在正式季節 對對對 大概在九月十月的時候 蘭素很漂亮 開花 然後最漂亮的 我認為是在敦化南北路 大家如果有機會開車過去 可以看一下臺北市敦化南北路 另外邀請到的是醫藥記者洪樹清 鄭大哥好 大家好 這個歡迎五位 那麼我們今天主題是睡覺常危機 不過在主題之前 我們都這個很熟悉的一位政治人物 他是黃毅嬌 黃毅嬌 黃毅嬌 他這個住在內湖的三樓 臺北市內湖的三樓 那麼跑到樓上去墜樓身亡 在十一樓這個墜樓身亡這樣 那送醫以後就不治了 那麼享年是六十九歲 這個文婉 你看到這個新聞 有沒有讓你嚇一跳 其實還蠻震驚的 那當然其實最近 這應該近年 這十年其實幾乎 他比較淡出整個政壇 甚至是媒體界 因為我記得我們那時候 我大概二十年前 他還算是橫跨 應該不只是政界 橫跨很多 娛樂版的那個版面 都是他的新聞 還蠻活躍的 那我也曾經訪問過他 那也有機會跟他 還有那個何麗嬌 一起吃過飯 然後呢 所以在我的印象當中 就是他就是很陽光 然後也其實真的 他笑起來真的 雖然當時如果這樣算起來 大概是四十多歲 四十多歲 其實還有一點點那種大男孩的腼腆 那是我對他的那個印象 陽光又腼腆 所以我昨天看到這個新聞 其實我還蠻震驚的 那我更震驚的是 後來去看了一下新聞內容裡面 提到說他原來是獨居 因為我們知道他跟他的前妻 好像也沒有像我一樣 跟我的那個前夫 我有講前夫 就是撕破臉 就是老死不相反 他們其實是後來是變得好朋友 然後可是他居然女兒 而也在成年之後也都搬出去了 所以他是一個人住在內湖 這個地方 所以當時其實突然間 大家其實有去調 事發的時候有調那個監視錄影器 結果發現他這個一個人獨自到頂樓 然後這就是就下來了 那那一聲巨響 其實真的把大家都嚇壞了 那當場應該就是沒有生命跡象 肅清看完之後有很震驚嗎 有耶 我必須說 因為我跟我晚算是同一個年代的 那雖然我沒有跑政治新聞 可是我們當時在看 他也算是當時政界的 顏值代表之一 對 就是一看就是一個 因茲幻發 就是當時的意氣風發 跟現在後來 雖然後來他淡出政界 淡出這個螢光 目前大家比較少看到他 可是偶爾露臉就會發現說 真的我必須說 就是整個人的形象跟過往 你會覺得差很多 第一個氣場 就那個氣勢那種對自己充滿自信的 那種因茲幻發感覺有點不見 可能當年紀也有關係 因為我們大家知道年紀有時候身形 或者整個氣場沒有那麼好 可是我覺得第二件事情也是 我覺得可能比較讓人家覺得說 那個當你的包括你可能舞臺沒有了 然後再加上剛才文婉說 就是整個連家人或這些人際關係 也漸漸沒有以前那麼緊密的時候 沒有想到最後做這個選擇 可是我其實這件事情 我看了之後 我一直在想說 其實他 他的這個狀況 可能是很多其他我們周邊的人 我覺得我們應該要關心的寫照 因為第一時間你可以看 他的一些好朋友們 在他出事前 甚至有人是收到他的line的簡訊 有些人是收到一些臉書的留言 出事前 大家 他跟大家都還有回應 可是你會發現他的回應 我必須說警訊第一 當他莫名其妙跟你說謝謝 就是有一些在回應跟處理自己 以前的關係的動作的時候 大家可能會覺得莫名其妙 怎麼突然謝謝我 或者幹嘛 就是說你的 你做人做得很好之類 其實各個人 你會發現他在那段事發的前 錢都默默在跟大家做這些整理 第二件事情就是 另外一個危險因子 就是獨居這件事情 就是當你又沒有人可以在旁邊適時的拉你一把 對 又沒有辦法傾訴 然後我覺得尤其在臺灣 臺灣這段時間 可能一些包括政治選舉 我常常覺得說 如果你以前在那個 曾經在那個場域 呼風喚雨 那你現在看著這個 然後自己沒有力量 可以做任何事情 有時候可能也會一些勾起一些感覺 那最後呢 在沒有這些良好的旁邊拉人 拉他一把的情況之下 就可能做出這個選擇 而且其實我要說的是 因為剛 之前剛好國務院 有一個調查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注意 他那個調查 其實是調查五十歲以上的 這些國人的高齡 五十歲應該不算高齡 我覺得五十歲以上人口的這個憂鬱 你覺得得罪了不少人 對 就五十歲以上的熟齡人口的 這個憂鬱的盛行率 其實不低 有十六點三 可是我之前有看一些相關的報告 說你往年齡更往上拉 因為黃宇佳先生 已經六十九歲了 所以如果你到六十五以上 甚至更高 甚至有一些報告是說 三個裡面就有一個憂鬱 對 而且他們發現說 這些老人家的一旦憂鬱 他們如果有一天他們想不開 他們採取的手段 往往是非常極端 他們去研究就發現 他們的成功率 比這些年輕小女生這樣子高很多 就是表示當他們一旦下定決心 他們要做這件事情 他們其實會去選擇一個很激烈的方向 因為我覺得他覺得 他的人生就是這樣的 反正也回不去了 那也不會有什麼希望了 那因為像黃毅焦 他在前兩天 他是有傳了一個一段話 剛剛蘇貞姐有講 其實就有 當然就是這是事後 是不是事後諸葛 我們不曉得 他不是講了就是說 無論這個世界有多麼失望跟醜陋 總還有有人守著淨土 我記得就是十幾年前 就是我在新聞臺的時候 我們會跑立法院 有時候會帶斑嘛 那那就是會看到黃毅焦 你知道他都 你有沒有發現 過去的政治人物 他們真的都很重的形象 那個穿著 他就是裡面一個高領的那個襯衫 然後一件非常 燙了筆直的西裝外套 他不是打領帶的那種 是這樣高領的 然後頭髮有沒有 背雞頭 弄得很好看 你說這張有什麼類似的 這張是有打領帶 他 他那時候在 這個 這個是他招牌的造型 頭髮 對 所以那時候就是覺得 他是一個風流倜傍 當然就是有些人是在看他的花邊 但我覺得不管怎麼樣 就是昨天第一時間 這個新聞出來的時候 連我媽都很震驚 我媽說為什麼 以前不是遇到女兒 怎樣 這次不是遇到女兒 我說不曉得原因是什麼 這樣 那當然就是有傳出 就是他這幾年 他的狀況不太好 有憂鬱症的一個問題 是 對 我其實後來有好像在看到他一次 感覺上那個臉變得很暗淡無光 對 我覺得有一件事情 是公眾人物包括你我們都要注意的 就是他們說猴子從樹上掉下來 會變成什麼 猴子從上 這是人笑話嗎 還是 是人生哲學 真的 猴子從掉下來 就變 不是猴子這樣子嗎 猴子從樹上掉下來 依然是猴子 對啊 政治人物從舞臺上掉下來 會變成什麼 樹人 就什麼都不是 就什麼都不是 所以比猴子還不如就對了 很慘啊 就是以前你光鮮亮麗 到處人家都跟你這個 阿妖作一 對不對 可是當你沒有權利的時候 你會覺得非常的落寞 這樣 那所以那個心情是要調整的 你就是為什麼政治人物 你會覺得 你知道最近有一個新聞是 就是世界上有一個人還要選舉 然後你猜他幾歲 八十幾歲 九十七歲 九十七歲 你猜是誰 馬來西亞的總理 馬哈蒂 馬哈蒂 他九十七歲 他又去登記要選國會議員 永遠不甘 流於平淡 永不退休 他不願意平淡 他就再戰 其實就是這樣 他們說靈民而死 不默而生嘛 對 沒錯 這樣有比較高估 高估是不是 好 剛才那段剪掉 你知道嗎 人有權利跟沒有權利 那個那種差距 而且現實是真的有辦法的 是 可是那時候就是黃玉焦 他敗給了林家龍的時候 其實胡志強是有延覽 他進來這個市府 臺中市政府的戶密處長 可是我們就很好奇說 如果以他之前這樣子 在政壇這樣子發光發熱 然後豐功偉業 然後有那麼多政績 那當然他敗選 對他來說是一個挫敗 可是有一個舞臺讓他發揮 這就像剛才鄭大哥說的 你有一個舞臺 你至少你可以繼續奮戰 可是他是用了健康的理由 去請辭 那請辭之後 後來也都沒有任何的 就是平臺讓他有所發揮 所以我們就會覺得這樣的一個人物 他突然從那麼的雲端 在高端的人 然後一下到了谷底 甚至就是就都沒了 對 我覺得那個 他的調適心情要非常非常的大 不然很難活得下去 那種感覺 你知道嗎 有時候那種話 對我們大概都沒有什麼意思 但是他聽著會覺得受不了 都會問說 你現在在做什麼 這句就飽到水了 真的 你知道嗎 你現在在幹嘛 在哪裡高救 最近在忙什麼 這樣就好了 真的 最近忙什麼 沒有忙 我們應該怎麼回答這種話 如果當我們沒有一官半職 沒有什麼職位的時候 你就說我在享受 享受退休的生活 樂觀的人會這樣子講 享受退休的生活 現在沒有事情做 就每天去哪裡去哪裡 你知道嗎 當你講說 我在享受退休生活的時候 人家說 這樣子喔 好 那我們再聯絡 再聯絡就走了 這個領域更現實嗎 更現實 再聯絡的意思就是 我們不用再聯絡 知道這領域更現實 我們講都沒什麼 他聽著可能會有意義 那這個黃毅嬌 他私底下告訴記者 他說他非常害怕孤獨 有一次他到內湖的家過夜 半夜被自己寂寞的心跳聲給下線 這是形容詞還是 這個今天劉昆寶寫的 對啊 我說這個是一個形容嗎 這個是很深刻的 對 這很深刻 那就是應該是很寂寞 他可能也沒有睡 就是你夜深人靜的時候 孤獨感會特別的重 然後特別的重到 如果他們家隔夜用非常好的時候 你甚至連自己的心跳聲 你都聽得到 然後旁邊又沒有一個人 可以陪伴你 跟你稍微糊塗一下心思 或是聊個天 他覺得那種孤獨感是很重 我覺得我們在這裡都自大到 覺得有能力幫他描述他的心情 對 其實我們可能都沒有辦法描述 他真正的心情 是 半夜被自己寂寞的心跳聲給下行 那是一個什麼樣的狀態 然後還有一次夜晚 因為聖結石痛到在地上打滾 那種冷清孤獨的感覺 比看恐怖片還可怕 這是他的描述 一個獨居的人 有我們不了解的心情境界 等一下回來我們去討論 來 先休息一下 好 那麼剛剛這個說黃毅嬌 他半夜被自己這個孤獨的心跳聲下行 這個事情文婉有感受 真的 感受很強烈 而且我覺得我們並不是 就像鄭大哥講 我們不是他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 真的去描述他當下 到底那麼 多麼驚心動魄 可是像我呢 我就有感覺 我剛剛就跟鄭大哥講說 這一段我一定要拿來 不是 不能講情樂 沒有 給我女兒看 會講情樂 就不是情樂 我認為就是說 很多的長輩 其實真的 你心裡想什麼 你必須要讓你的子女知道 因為像這一段我就覺得說 真的 有時候五月夢會 因為我睡我的房間 我跟我女兒房間是有有個距離 因為隔了很多的門 我曾經常常 我覺得啦 我的那個心跳也是這樣 會突然間撞擊我的那個胸膛 這樣砰砰砰砰砰 是瞬間 然後我會被嚇醒的 我覺得應該就是心慮不整 那個是所謂的生理影響到心理 我那時候覺得說 哎呦 怎麼 我在緊張什麼 我在害怕什麼 沒有啊 但是那個心臟的頻率 讓你知道就是說 你的身體是有問題的 這個是它時不時會發生 所以像你這個狀態 你就要讓你的小孩知道 你的孤獨感 你的恐懼感 你的身體有什麼狀況 另外就是說 剛剛提到就是說 黃醫教說 他曾經那個腎結石 痛到在打滾 他覺得那種痛比心裡的那種恐懼 跟孤單感更重 對不對 其實我曾經有一次 也是在家裡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我就拉開那個邊櫃 我只是要拿吃的東西 突然間一陣暈 我的頭去撞那個牆壁之後 我就我就不省人事了 那等到我醒過來 我也不知道過多久 但是我當下我就覺得說 家裡面是沒有人的 那桑那其實那個恐懼感來了 我想說我萬一 如果我沒有再醒過來 到底我可能就變成家導師 就可能女兒發現 我可能就是已經冰涼了 所以其實再怎麼樣 就是我們這樣講回來 就是說家面 如果你是一個人獨居的話 他裡面潛在太多危險 還有就是所謂的情緒上面的 出口沒有的話 也許那個moment到的時候 你就可能會走極端 因為我現在五十幾了 對 女兒會結婚 搬出去 是啊 是啊 那剩下你一個人 你要不要女兒結婚那一天 你也結 然後我來當徵婚人 你就找到伴 我根本請幾天有多 你確定是個伴嗎 不是 對啊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很好的意見 症結石痛到 在地上打滾的時候 還有人可以幫你救啊 會不會他趁機 趁我病要我命啊 對啊 真的 其實我就是覺得應該說 因為現在大家都少子 比方說我也一個 Yuki好像也是一個小孩 那但是他有先生嘛 我說但是我們不管怎麼樣 有時候到最後 人生走到最後 可能你就剩一個人的時候 那你怎麼樣自理 不會啦 我約你去住銀髮村 好不好 這就很開心 真的 其實黃毅強他的狀況是啊 他的朋友就是都有說啊 比如說前陣子有跟他吃飯或什麼 感覺不出來 他好像有異狀 有異狀 對 所以就有人說他的狀況 會不會是所謂的就是微笑憂鬱症 所謂的微笑憂鬱症 就是說他的病逝感不會那麼的重 然後再來就是說 他的自理能力 社交能力都很好 可是呢 他們又不會覺得自己 好像有憂鬱的狀況 所以他會用微笑來掩蓋 自己的悲傷的感覺 所以可能也不願意 讓人家看到 對 或者不讓人家看到 或是也比較不會去 尋求醫生的協助 真的 所以就會變成說 他們在發生這種墜樓 或是輕生的狀況的時候 大家就會覺得 怎麼讓我們跟以往 對他的那種什麼感覺 陽光啊 開朗的喜相 就會有落差這樣 還有一件事情 可能大家都沒有談到 其實就是變天了 對啊 有時候下雨啊 陰天會讓人家憂鬱 因為天氣變冷了 剩下十八度 然後變秋天了 其實我有朋友說 只要變天 他都馬上互發 沒錯 所以其實季節變換也很重要 對 是 所以為什麼古人像那個誰寫 秋風秋雨仇煞人 就是在這個天氣變化的當下 包括在外國 不過外國主要是因為 日照的時間短 他們發現在日照時間 很短的那個季節裡 包括憂鬱症的盛旋率 或這些都會高 因為你沒有辦法接受到這些太陽 然後做一些轉換 所以確實這也是一個風險 所以這段時間 真的除了要關心心血管疾病 也要關心心情的變化 而且你知道你會傷春悲秋 因為你突然間看到這種 所有的從很生意 岸然 從陽光普照到出去 你記不記得像這幾天的雨下大到 我跟你講那個雨大到 那個你心都慌了 就想說這到底這是怎樣 有時候有些人就因為這樣的一個啟動 他就整個情緒就會完全盪下來 沒有辦法出去 所以你千萬不能夠忽略 因為其實剛剛那個肅清 有提到就是說 這個國務院提出了這個數據 你會發現其實有很多 像我周邊很多長輩 他不會覺得自己有生病 他也不願意去尋求醫生 你看他這邊有說二十七趴的人尋求治療 其實你是可以得到改善的 像我有家人有那個憂鬱症 其實我們其實常常大家都講 你想開的 怎麼這麼嚴重 我跟你講如果你身邊沒有這樣子的 有憂鬱症的家人也好 或者是親人也發朋友 你真的沒有辦法理解 就是說他們真的 比方說前一天我跟他吃飯 還好好的 有說有笑 他隔天整個人這樣泄氣的皮球 你問他怎麼了 沒有為什麼 沒有為什麼 他最後會跟你講說 好像 好像是因為下雨 他真的是沒有為什麼 然後他就覺得 我就突然好想睡覺 我不要起來 他會躲在棉被裡 他就是不想見人 沒有任何的原因 所以這時候真的就是要多給關心 跟關懷 很重要 那這兩天有一個澳洲新聞很特別 澳洲有一個男子在睡覺的時候 因為心臟驟停 導致失去了生命的跡象 可是很奇蹟 這個男子 在送醫急救九十分鐘後 脈搏再次恢復 那事後呢 他分享了他的冰死經驗 1990分鐘 那他冰死經驗是什麼 等一下我們來討論 來先休息 進行廣告 好 那麼 那澳洲的這個男生 他叫做布雷克 他才六十一歲 那到底他發生什麼事情 有什麼鞭死經驗 我們請這個素卿跟大家說明一下 是 他其實狀況是這樣 就是他在睡夢當中 可能呼吸就突然停止了 那幸好他不是一個人睡 這個很重要 因為後來是睡在旁邊 太太就發現了 發現說 怎麼這個人就心跳停止了 所以就趕快打 趕忙 就摳這個一一九 他們可能不是一一九 就叫這個急救 然後在那個救護人員到達之前 這個太太很有Sense 因為他其實就開始幫先生CPR 所以就搶救時間 那當這個急救人員接手之後 就發現第一 他確實是沒有恢復心跳 也就是他們講的到院前死亡 那持續還是幫他做CPR 一路到了醫院 到了醫院 當然就發現心跳沒有停止 那醫師們也沒有放棄治療 就這樣一路不停的幫他做心肺復甦 當中還用了八次的那個電擊 就希望能夠讓他的心率回來 想不到就這樣子不放棄的情況之下 居然急救了九十分鐘之後 他的脈搏居然恢復了 後來真的 你要知道 這很很神奇的地方 是因為通常如果你這麼久的時間 你沒有心跳 你通常呢 你腦部可能會受到一些影響 你身體的其他機能也受到影響 可是這個人恢復之後 沒有太大的後遺症 於是他就問說 那通常 因為你知道以前 荷蘭曾經有一個研究 他們去研究這種曾經發生過 這個心肌梗塞的人當中 發現有一部分的人 真的他們會開始說 我有冰死的 一些冰死的經驗 於是他就很好奇 你心跳停了九十分鐘 你看到了什麼 結果沒想到呢 他也沒有看到隧道 他也沒有看到那盞燈 他說他看到的是一片虛無 結果他在那個處境當中 就是放眼望過去 什麼都沒有 所以在那段時間 他就飄到了一個 彷彿是另外一個世界 但是一個什麼都看不到的世界 然後他就回來 什麼都看不到的世界 就是一個 只有他存在 對 就是一個 他就說是一個虛無 就是只有他存在的世界 他沒有光 沒有什麼的世界 所以每個人的冰死現象 好像不大一樣 不大一樣 因為我必須說 因為以前我們其實寫過一些冰死現象 第一件事先講 就是說有些人問說 這個九十分鐘才能救回來 有沒有很厲害 我必須說 很難說 因為以往我印象比較深刻 最近的一個案例 是一個只有四十多歲男生 那那個男生 因為他本來就有一些心臟的問題 合併有一些肺臟 腎臟 就整個心肺腎都不是很好 所以當醫生跟他說 你有一些心臟的這個指標不好 你可能要做一些導管或幹嘛 不然可能有風險 可是他就說 你想我心臟也不好 我腎臟也不好 我肺臟也有問題 我做這些治療 會不會沒做沒事做了 反而有事呢 所以他就一直想 我用保守的吃藥控制可不可以 沒有想到真的有一天 他就心肌梗塞了 心肌梗塞之後呢 他們就把他送去醫院 醫院就趕快急救 後來送入加護病房 加護病房後來沒想到住院當中 他就心跳停了 心跳停了之後 當然因為發生在醫院 他就趕忙一樣 跟這個一樣 開始啟動心肺復甦 然後他們也是做了半個鐘頭之後 心跳回不來 那一般醫院就是你都已經這樣 心跳也回不來 那就了半個小時 該做的也都做了 本來應該放棄了 本來應該要宣告了 沒有想到呢 因為他在醫院發生了嘛 所以他這個四十幾歲的男生的 太太跟媽媽就已經趕到了 因為醫生在家人還沒有趕到之前 就不好放棄 雖然說好像真的救不回來 可是神奇的事件 在這個時候發生了 因為他進來之後 醫護人員就讓他們進來看 就說竟然是這個狀況 沒有想到他的媽媽跟他太太 當然就是心情就是哭喊 然後拉著他的手 就說怎麼可以這樣 就神奇的事件發生了 當他的媽媽太太拉著他的手 呼喊著他的時候 他的脈搏開始恢復 可是他只有恢復一下下 後來又沒了 你知道嗎 但是這個讓這個醫護人員 就是這個急救醫護人員 就是覺得他都好像 有一點想回來的感覺 他都不願意放棄 然後你又看到老媽媽 跟年輕太太在那邊哭 所以覺得真的要放手一搏 再幫他試試看 就這樣再急救一個小時 心跳回來 而且他真的就後來就救回來 更神奇的是你知道嗎 因為他這當中歷經了很多事情 因為我剛才說他心臟也不好 腎臟也不防備 所以他們還包括除了說急救之外 還包括要幫他緊急洗腎 因為腎臟也出問題 然後一些心臟可能需要一些體外的什麼 這樣住了兩個月的醫院出來 他居然幾乎沒有後遺症 這個有點像多重器官 要摔一次的感覺 好 不過我想請教一下醫師 就是說澳洲這位是心肌梗塞 被老婆發現了 那心肌梗塞 跟睡眠呼吸中症有關係嗎 一般我們這樣講 就是睡眠呼吸中症 這個這個病有點特別 就是我們就這樣想就把他想成說他是怎樣 就是你在睡覺的過程中 因為你的肌肉的放鬆 因為你慢慢陷入越來越深層 睡眠肌肉放鬆之後 你的呼吸道慢慢慢慢塌陷 那塌陷之後 我們呼吸道就像一個水管一樣 你想像當他慢慢塌陷之後 氣流量就越來越少 那有一些人 呼吸道在哪裡 呼吸道就是從我們 我們應該講講 從鼻子 鼻閥 鼻孔進去 到鼻菸部 到口菸部 就是我們喉嚨的口菸 然後一直到喉菸 最後進到氣管 這一個整個叫做我們叫上呼吸道 那這個上呼吸道任何一個部位 如果他有就是因為結構性的問題 或者是說他因為肥胖 比較多人是肥胖 軟組織的堆積 這樣他這個就是在他睡著之後 然後他的這個阻塞以後 讓你的呼吸 裡面會有油嗎 就是油是在我們的那個軟組織裡面 在我們的黏膜下 然後塌陷之後就整個 整個塞住 對 塞住 塞住之後 然後你本來呼吸很順 然後慢慢 感覺停掉 那一般我們停十秒鐘 我們叫做一次 我們如果去計算的話 十秒鐘叫一次 然後我們會去算 他一個小時 有這樣停幾次 那大家可以想像 很久 對 其實蠻久的 所以一般這種 我們就會常知道說 就是他到底這個次數多少 然後這個為什麼這個重要性 是因為他跟我們 就是有很多疾病相關 包括我們常見的代謝症候群 什麼意思 就是糖尿病 高血壓這些都有相關性 甚至中風 還有就是男性的性欲不好 然後就是 然後還有就是還有 包括失智症 這些都有相關 這都已經有國外的論文 就告訴我們這都是有相關的 所以這個病的重要性在這邊 就是他不是說有這個病 馬上就會造成你身體出問題 但是他時間拉長了 你想像中你身體 每天晚上睡覺都在缺氧 那當然就會出很多問題 所以我們如果跟人啊 有時候你會發現聽他 我們都沒有試 他就呼吸很濃縮 有獨孔的 你知道嗎 你有感覺嗎 那就是有一點 他那個他的什麼 阻力比較大 對 有一點太肥了 是不是 對 因為我們一般這樣講 就是我們一般要想說 什麼樣的人是呼吸睡眠中症的 這樣病人 因為我們都會有一個 就是第一個外觀 就會感覺說他可能是 那什麼樣的病人是呢 就是我們一般講 肥胖一定有 年長 肥胖 男性 這三個加起來 通常都是 那再來一種是什麼 小下巴的 有些人下巴是很小 小內縮 他就是沒有脖子 對 他沒有脖子 這種就很明顯 雙下巴好像也會 雙下巴通常是胖 就是跟胖是很像 我們講到頸圍啦 叫頸圍 一般我們男性頸圍如果超過十七吋的話 通常是高風險的族群這樣子 女性大概十五吋 穿衫都要十六吋 穿衣都要十六吋 穿衣 穿衣都要十六吋 穿衣 穿衣 穿衣都要十六吋 穿衣 穿衣 穿� 出局半吹呀 這那個其實因為像那個呼吸中止症 因為很多人把打呼跟呼吸中止症 他到底是不是有連結 對 那個醫師其實可以跟我們講 他是 因為我有曾經訪問過一個 就是專門在做呼吸 睡眠呼吸的醫生 因為那個是可以被用儀器來判斷 看你睡覺的時候 所以你睡覺的時候 但是我們很累 我們先不要打呼 呼吸會比較沉 那像我太太就跟我講說 你最近睡覺都打呼 你很累 我說那請問我打呼是有沒有堪吸的 我老婆說有什麼差嗎 我說有啊 如果堪吸 我可能有呼吸中止症 上面有說堪吸 就是會堪吸 是不是 一般我們阿朗說是 就是呼吸會停頓 停頓 然後他突然之間又打呼 為什麼會有這個現象 是因為我們身體也是這樣 我們身體會 我們腦部的中速 他會去偵測你身體裡面血氧濃度 那當你呼吸塞住的時候 你的血中氧氣濃度會慢慢慢慢下降 那下降之後 他就會刺激你的呼吸中速 我們叫做呼吸的一個 一個drive 就是一個力量 然後他就會提醒你 不行 你要趕快呼吸 所以有些人就會睡睡睡睡 突然對 這樣就是很像 那我兒子就真的去google 他就查 就跟他媽說 媽媽 爸爸可能呼吸中止症 因為他的打呼聲音很大聲 而且他就說我在打呼的時候 就是 像這時候我敵太太就買了很多保險 已經有了 已經有了 所以但是後來我自己的判斷 就是 等一下你沒有學一個 你怎麼在說我 我就學給他聽 我說我怎麼打 他說我說像阿公那樣嘛 因為以前我岳父打呼也很大聲 是你沒辦法睡覺的 就是他說我兒子有學的聽 我是這樣子 我是有頻率的 那有頻率 我應該就不用太擔心 你這個還好 對 就是有頻率的 我又看人家睡 你這樣躺著 對 那個往後養的通常就會特別這樣 你這樣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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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後養的時候特別躺著 我真的以為你睡著了 所以這種固定的打呼頻率 應該就不用太擔心 其實不是這樣想 我覺得我還是一個人好了 一般 對 我們等一下 來 先休息 先廣告 好 今天每個人都看過別人或者自己 像志偉也是打呼 那這個Yuki老公也會嗎 對 其實我老公他也有呼吸中止的問題 然後他前陣子還有去臺大 然後還帶了一台那個洋壓呼吸器回家 對 那我老公打呼 你睡在他旁邊 你會緊張的原因 是因為你如果說像志偉 他剛才是有個頻率的 這樣都還好 可是他不是 他是 就沒聲音了 就大概快十秒沒聲音 你知道嗎 那時候因為我是一個很潛眠的人 對 我就想說 他還有呼吸嗎 這個時候就突然 就開始鼓起來你知道嗎 那你有沒有去跟他那個用一下 有 那你們感覺不錯 有些呼吸看他沒有呼吸 就把他嘴巴壓著 所以那個 另一半的壓力很大的原因 第一個就是你會怕你的伴侶 可能會突然呼吸中止 然後就猝死之類的 第二個就是 如果你真的是很潛眠的人 你會完全沒有辦法好好的休息 因為你會被打呼的聲音 一直是干擾 那其實久了 你就會覺得你的身體狀況 反而會不好 對 所以為什麼很多夫妻 到老的時候他們會分房睡 其中一個原因也是因為伴侶 對 會打呼 我媽就是這樣 真的受不了 那志偉這邊是有朋友出車禍 然後發生什麼事 對 那個跟剛剛肅清姐講的蠻類似的 可是這個我們都覺得太神奇 因為當然我不認識這當事人 是朋友的朋友 他這樣跟我們講的 那他是說他的朋友出了車禍 那其實是腦部受到重創 那是很嚴重的 那所以救護車來 一定就是先在車上搶救 可是其實救護車到的時候 他已經沒有呼吸心跳了 但是你在救護車上面 該做的還是要做 就是幫他做 比方說做心肺不輸 然後只要在救護車上 可以幫他急救的 都派上用場 但是就是到院的時候已經歐卡 那官方歐卡就是到院的死亡 意思是這樣 那當然就去了 那去了之後呢 他的 他幾乎他還是在急診室 他還沒有蓋 因為你要等家屬來 然後醫生要說某人某月某一天 因為怎樣走掉了 那一樣是他的老婆 然後他的家人趕來 也是哭天搶地的 那但是就是沒有人幫他做急救或幹嘛 就是來哭 就是說怎麼可以這樣放下 我們小孩還這麼小 他突然就醒了 然後我就覺得怎麼可能 歐卡的人還可以醒呢 然後醒了之後他是很大聲的 哇 一聲這樣子就坐起來 然後全部人都要嚇到 好可怕 對 頭還在流血 你知道 突然大叫一聲坐起來 但是他剛起來的時候是兩眼無神 兩眼無神 然後你是誰 你是誰 他還 他還沒有意識過 沒有意識 但他就是這樣坐起來 就很像我們看那個驚悚片 這人明明蓋白布還會坐起來 救他的形容 那完了之後 當然他醒來 就這樣好像回光房一下 他又倒下去了 才開始急救 對 倒下去之後 你就發現那個心跳 開始要往下降 脈搏急劇下降 趕快急救 但是他沒有像蘇貞姐講的 因為他什麼腎啊什麼 他就是重疾嘛 就急救就有搶救回來 但是他昏迷指數比方說二三 還在昏迷加護病嘛 但是他一個禮拜就出加護病 他就醒了 然後醒了之後 家人當然就很開心 因為醫生本來是說 救回來是救回來 不過我們歡樂說 他會變植物人 因為他傷到腦這樣子 結果醒了之後 老婆媽媽他都認得了 因為他們很怕他撞到腦不認得 哇 真的是謝天謝地 你真的救回來 大家就是真的跪在那個 就是他們是信那個主耶穌 跪在那個地上就是阿門 祷告 謝謝主把小孩還給他這樣 可是妙的是他明明是信這個基督教 但他說他到了地府 他說這一陣子 你怎麼會突然坐起來了 然後又倒下去 他說他說他到地府去 看到了一個穿古代衣服的人 然後橫眉素顏 然後留著鬍子 然後在那邊翻布子 你叫什麼名字這樣 然後就告訴他說我叫某某某 幾年幾月生 幾年幾月生 抓錯了啦 因為有一個跟你同名 所以我現在放你走這樣子 然後就 他就突然就是放他走 就是他坐起來那一刻 可是他又倒下去了 那會不會是那個佛教跟基督教 他們的那邊的互證 是一座一起的 有連線嗎 所以我們聽到這個 有連線嗎 不病辦公 這個是還有 這個是還有登上新聞 然後完了之後呢 就就就很有 就是就很難想像說 他真的去了地府 然後然後那時候就有老師 然後去訪問老師說 那為什麼他坐起來 又要昏迷一周 一定是看到楊柔王 看著判官吧 判官 管生死部的嘛 然後重點是 那時候還有訪問秘密老師 就說那為什麼他會昏迷一周 才行 因為要去抓到真正的那個人 那個人隔屁了 他才可以 這樣子 那時候是這樣講 我最近有遇到一個長輩 這是真正他跟我講的故事 因為他有兩三年沒來我們家了 剛才也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不然他還來我們家了 開港 結果他說 我如果這麼久沒來 他說他有一天騎摩托車 他說那兩年 他身體都沒有辦法出門 那兩年前騎了一台摩托車 要轉彎的時候去公車把他摩托車 八十四歲 他當時八十二歲 他得了 那真的是 叫他摩托車之後 他就反正當然事後說 是說這裡的骨頭斷掉 這裡碎掉 然後怎麼樣 他有地安全帽 他說他剛才自己的那個什麼 他那個魂 剛才飄起來 看自己 他看自己 對不對 對啊 然後他就看到說 一個一個一直圍過來說 那個什麼 你看說我有要緊嗎 他說 就看到公車輸機跟他摩托車 沒有摩托車 當然啦 趙視者 不要摩托車 說他公車不是有在問嗎 他說他只站在問那裡 一直看一直看而已 來摩托車而已 對 這樣啦 後來是怎麼精神的 後來是有一個人一直摩托 而且夏天的摩托車 阿伯阿伯你會如何勤啊 阿伯阿伯你如何勤啊 我都把你叫那些救護車 這樣啦 他說 他可能是感謝那個人一直給他 也看到那個公車輸機 想去那個興趣 總共飄進去 做精神 所以他就自己做證明說 他幫我弄 但是那個不是 誰要 誰採信啊 沒有用過那個搖 我覺得是關鍵 搖是關鍵 就是叫他回來啊 對 他說真的耶 看到自己的魂飄上來 然後越飄越遠 越飄越遠 他說 讓它越飄越遠 它沒這臉不會晒掉 他是真的這樣講 真的 我待會可以 我真的可以 待會可以分享 我弟的故事 一模一樣 他也是人在 他突然間就是心肌梗塞 倒下一段瞬間 真的是有人叫他 而且是一直叫他 那其實他 尤其這個天氣 我真的要勸大家 你不要哭小 你自己三四十五歲 也有用 其實這個天氣轉換 其實那個心臟很重要 他說他一開始就去搬那個 他說那個東西搬貨 他說那個貨非常非常的重 一箱差不多二十五公斤 他好像不知道怎麼樣 覺得自己OK吧 一口氣貪心 一口氣我搬三箱 七十五公斤 靈體這麼用 他說要百倍 其實也是很大 覺得貪心一口氣要給他搬去樓上 可是那天偏偏很奇怪 就是貨踢壞掉 所以他要徒步 要爬起來 他說他爬得比較離牢的時候 鄉鄉他覺得說 那個胸口好刺痛 非常非常痛 然後後來開始吸不到空氣 然後扭下去 沒有意識了 幾歲的時候 沒有意識 差不多三四十歲而已 三四十歲 當用 當用的時候 扭下去 他說真的 他說真的姐 我是你弟 我覺得不會騙你 你相信我講的是真的 他說沒關係 從他小時候 他出身的樣子全部 人生跑馬燈 他說人家講人生跑馬燈 我們都是講一講對不對 都很誇張 那個這眼給你看 他一頁一頁 那當然你不可能 不可能依序地講出來 可是他就是一頁一頁 就眼給你看 雖然速度很快 但幾乎重大事件 全部都有跑一次 他覺得他自己不行了 他要走了 他這次回不回來了 而且就像那個長輩一樣 對 他就覺得自己的魂 魂出去了 這個時候突然他聽到人家說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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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幹嘛 你怎麼了這樣 然後胸口給他撞了三下 很大力 然後他就是 就是這樣三下之後 他就坐起來了 他真的覺得自己不行了 可是他起來之後 他開始 因為那一棟樓他常常去 然後因為他是 我跟你講他是電子公司 而且很多電子零件 那一棟樓全部都是年輕人 可是他醫師 他那時候叫他的時候 他看到的是一個老人家 差不多伯伯這樣 一個長者 所以他醒過來的時候 他開 因為他說 那時候是早上八九點 大家說還沒開始完全上班 那我老先生排頭髮的 對 因為他常常去 他很熟 所以他他就自己去問說 怎麼樣的特徵 我要找到那個人 因為他救了 我要謝謝他 大家說今天就沒這個人了 怎麼會你說的這個人 可是他就 他說那一次的經驗 讓他真的很深刻 讓他有一個生命 讓他救人家 對 他就說他真的很 而且自從那一次之後 他變成有靈異體質 那等一下我們繼續說 好 先休息一下 好 那文婉的弟弟後來怎麼說 有變 有靈異體質 他說很奇怪 其實好像經過那個事件之後 是不是被開了天眼還是什麼 反正就是整個好像變了一個人 他說他其實常常 就是有時候晚上下班的時候 他是跟我講 他說姐你盡量不要走陰暗的地方 或者是那個後向 邊向 或者是特別就是比較髒 就是那個晦氣比較重的地方 他說其實他們都在那裡 再講一次 就是說盡量不要走 他只是跟我交代說 你盡量不要去走那種 比方說後向的地方 然後或者是特別暗 然後比方說沒有什麼燈光的地方 然後再來就是晦氣比較重的暗向 那個地方一般人就是盡量不要去 因為你沾染到那種晦氣也不好 然後運氣也會受影響 因為他說他有時候下班 他其實都會看到那些就是無形的 對 都會都會聚集在那個地方 有些可能是形體是完整的 有些可能不完整 可能只有半生什麼的 所以他是提醒我 所以我說真的假的 他說真的啦 可是他說你幹嘛那麼緊張 我們沒有害他都不用害怕 只是說我們盡量 就是說可以不要去走那些地方 盡量就不要過去這樣 這樣不要怕 後面問我 後向盡量不要 後向 其實像文婉他弟弟 或者鄭大哥剛才分享的 這些冰死經歷 真的有很多人 你會發現他們從這個冰死回來 他們描述的東西 有很多都有類似的經驗 第一個就覺得自己的 第一種就是靈魂出竅這種 就是覺得自己突然間被彈開來 那這種很常見 然後你剛才講那個 走馬的 而且他說那樣的感覺是突然間 就是有一個像影像投放機一樣 突然把那些大量影像丟到你的腦袋裡 他就開始翻頁 那你剛才說那個 我就有車禍 那個我就想到一個國外的醫生在講 因為那個國外醫生 他說他其實就專門研究這些冰死經歷 然後他就會訪問很多有這樣經驗的人 其中有一個年輕人他就說 他那個時候很妙 他說其實剛開始研究這個時候 自己都覺得自己是醫生這麼科學的人 真的要相信這些事情嗎 可是慢慢慢慢累積很多例子 讓他覺得說或許有一些事情 是我們還不知道的 其中這個年輕人的例子 跟鄭大哥那個 你的朋友有點像 他就是年輕人 這個年輕人在發生車禍的時候 當下他也是靈魂被彈出來 那你知道我們所有人前面車禍 後面會怎麼樣塞車對不對 然後塞了一大堆車子之後 他就說他當時除了看到自己在那邊 躺在那邊後面塞了一段車之後 再等那個救護車來 那有些人會圍觀 可是他的飄遠之後 他就看到就很像大家以前看 那個地陸桿 靈異地陸桿一樣 他就會開始看著後面這排的車子 他就發現真的很糟糕 為什麼 多數人在想說 上班時間發生什麼車禍 我知道來不及 都是很多在買送在罵對不對 唯獨他看到 其中有一輛車子 舊舊的車子 裡面有一對老夫妻 可能探出頭出來看之後 發現前面好像車禍 唯一是那一對老夫妻在幫他祈禱說 希望前面真的沒有事 希望他可以什麼 他讓他飄出來的時候 他就發現這只有這一對人 在幫他說這些話 所以後來他靈魂回去之後 他就一直把這件事情記在心裡 當他醒過來之後 他就真的順著 當時他看到那輛車的車號 還有那一對老夫妻的樣子 開始去尋找這一對老夫妻 真的 對 後來真的還找到這一對夫妻 然後他就跟他講 他們就不肯自信 他真的當時 他們真的是沒有在詛咒說 怎麼我都要塞車來不及 還發現車禍是怎樣 是真的在祈禱 那老夫妻是有祈禱說 希望他沒事 對 對 然後我才能夠 趕快過去 就是他們就是那種很善心的人 就是說真的希望沒有事情 那沒想到這個事情描述 他真的找到了這一對老夫妻 真的當下反省 因為老夫妻一定覺得怎麼可能 那當時就發現車禍 那你怎麼知道我們做這件事情 就是說他在調查這件事情 就發現真的很奇妙 就是很奇妙 你看曾大哥剛剛那個長輩 是有人叫他說 對 你有沒有怎麼樣 阿伯 你有沒有怎麼樣 我代表是神心神心 你怎麼倒下去 你怎麼倒下去 他才是被拉回來說 不然整個要飄走了 真的 對 所以這拉的力量很重要 所以有時候靈魂出竅 我們大部分都想說 他應該就是在當下 那個區域那個範圍而已 可是我聽過一個媒體的 媒體的那個前輩呢 他說他是因為他 那時候因為都是晚班嘛 下班回去很晚 然後睡覺睡一睡的時候 突然中風 那他就是謹慎一絲絲的力氣的時候 趕快爬到那個房間的門口 讓他們的家人發現到他 送他去醫院急救 那他在急救的時候 他真的就是靈魂出竅 那通常我們看到靈魂出竅的人 他們的形容都是看到自己 躺在那個治療台上面 然後大家在搶救 他不是 他是整個已經飛出去外面 然後台北市繞了一大圈 他說他的靈魂在台北市 晃了一大圈 然後覺得很舒服 可是呢 因為這個媒體的前輩 他自己本身 他也是那種比較特殊的體制 他突然想到說 不對 我這樣晃久了 我就回不去了 所以他一直跟自己講說不行不行 我要趕快回到我的身體 所以他最後才又飛飛飛 飛回去醫院 然後進到他的身體裡面 然後有被救活這樣 我在台灣 我曾經想要去住一個比較 覺得很舒服的地方 我台灣繞了兩圈 一圈剛好一千一百公里 你們問他 他這樣子 臺北市這樣繞一圈多 而且他是用飛的 可是我不是不舒服 或者是什麼冰死 或者出了什麼意外 我常常會飛出去 我講的是真的 就是我 那個你說夢境 可是很真實 然後我真的就像Yuki講的 我真的 要活冰死 你被人飛出去 可是我跟你講 曾大哥 我真的幾度 我都怕我飛不回來 我都在什麼時候 就是說我工作很忙很忙 然後熬夜熬到大概天空 要犯著餘肚白的時候 我疲了 睡著了 差不多一時 差不多五分鐘 十分鐘 我就飛出去 然後飛出去 那個感覺那個風速 那個風速感 然後當時的那個溫度的感受 然後包括你看到的天色 然後街上的街景 真的非常非常的清楚 然後大概 我第一次飛出去的時候 是因為我有轉鬧鐘 因為那時候其實要截稿 也要上班 有截稿的這個時間的壓力 所以我就被鬧鐘叫醒 就是回來這樣 我跟你講真的很誇張 我那時候真的真心覺得 我飛出去 就是Yuki講 我繞了一圈 然後我真的不相信 我那時候第一件事情 我衝到窗戶外面 我去看那時候的溫度的感受 然後那個天色 我跟你講 真的一模一樣 然後後來幾次之後 之後但最近也有 就是說我只要太累 我就整個就飛出去 你要想 我覺得很有趣 我現在覺得很有趣 就是就是怪不得我們急救病人的時候 要叫做叫叫CAB 第一件事要先趕快拍 然後第二件事 趕快去叫旁邊的人來幫忙救援 怪不得要先拍他 我覺得大家講那麼多 就是聽起來很像是嗎 可是那個飛出去的感覺 那個有速度感的 很真 很真 不是做夢 好 那志偉這邊 譚愛貞的老公 對 可以跟大家說明一下 對啊 因為在演藝圈 其實也有一些藝人 有這樣子的問題 那譚愛貞的老公 其實已經過世蠻久了 然後在那個時候 呼吸中止症 他還沒有被講成是一個病名 所以可見 因為大概算一算 他老公過世十五年以上 應該有 那他是說他老公那一天 就是他要走的那一天 跟他講說 我我今天睡得好好 我想要再睡一會 所以等一下我去 就因為他已經起來了 他起來之後 他說我去再去睡一會 那他想說反正是午休時間 你大概睡個一個小時 也差不多 那譚姐就去外面忙他的事 想說一個多小時 他應該要起來了 可是他到房間去 他老公已經冰冷了 已經走掉了 對 已經就是沒有呼吸心跳 然後身體都變冰了 因為已經一個多小時 睡不久就聰明了 對 應該是不久就走了 所以他才會變冰 沒有體溫了 那他就真的非常難過 那到醫院去 他總是要知道 我老公到底怎麼死的 他如果猝死 總該要掙扎 我也要聽到聲音 醫生跟他講說 因為那時候還沒有叫 那個呼吸中止症 所以跟他說 你先生是在睡眠當中 心跳呼吸停止 而猝死的 所以是睡眠呼吸中止 對 就是睡眠呼吸中止 如果你真的沒有處理 你就可能會走掉嘛 他跟他說 像這樣子的病人 你可能坐在他旁邊看書 或幹嘛 你都不知道 因為他有些 他不一定會打呼 我那時候訪問睡眠中心的主任 他說沒有一定會打呼 有時候可能只是呼吸聲比較沉 可是突然不見 又突然出現的時候就要注意 那另外是孔鏘 孔鏘我是去他家拍過 你看他睡覺都要帶這個呼吸器 你看 這樣要怎麼睡 對 我說 孔鏘大哥你這樣是要怎麼睡 他旁邊再一次機器 他有跟他太太做得睡嗎 有 他 這樣要怎麼睡 他剛才太太 沒啦 就是今晚才睡 今晚才睡 這是要睡 女人員還不錯 對啊 人家好幾春 反正就是說 他跟他太太 他也是他太太發現 他有呼吸中止 因為睡到 睡覺睡到一半 就像剛剛Yuki講 他老公的狀況 怎麼突然他沒有呼吸 而且他沒有呼吸 不是十秒 是已經三十秒 一直叫 一直叫 那後來去確定 他是有睡眠呼吸中止之後 他就要帶這個呼吸器睡覺 那他老婆就很怕說 那如果說帶沒有帶好 或是這個呼吸器 突然停電了或幹嘛 就不敢睡 所以他有一陣子的時間 當然現在的這個科技越來越進步 我去訪問他 這已經是十年前的事情 現在有那種學生攜帶的 其實很方便 他太太當時是跟他分工 曾大哥 你才去要上班 對不對 空間要去上班 當然 我就睡才去 所以你在睡覺 他太太是坐在旁邊看書 看電視 家人壓力好大 他好累喔 所以他就是因為他差點 差點失去這個老公嘛 送急救的嘛 所以有 他說有好幾年的時間 他太太是這樣子在陪他 他就覺得這個女人真的太偉大 這個呼吸中止啊 真的有時候 等一下繼續 好不好 來 先休息一下 好 講到睡眠呼吸中止 這個Yuki曾經去做過這個檢查 對 我有做過睡眠的檢測 你為什麼要做睡眠檢測 會去做睡眠檢測 是因為呢 我只要睡在我旁邊過的人 都會跟我講一件事情 就是他們半夜都會被我嚇醒 因為不是以為有鬼抓腳 就以為在地震這樣 後來才知道說 原來我有夜間肢體抽動症 就是晚上睡覺的時候 我的腳會動 就是 而且都是腳踝以下 腳踝以下這樣會這樣動 然後腳趾頭會一直這樣動 就腳趾頭會一直動 那我通常都不自覺 就是晚上睡覺的時候 我不會有感覺 可是呢 只要我很累的時候 然後呢 比如說我辦我活動啊 我在坐高鐵回來 我想要在高鐵上面 睡一下的時候 我幾乎沒有辦法睡 因為我很累 我睡 我眼睛瞇一下之後呢 我的腳就會抽動 然後我就醒了 我根本沒辦法睡 那就是因為這樣的狀況 很困擾我 那我的睡眠品質也不好 很潛眠 所以就變成說 我隔天都會容易 有一些試睡的狀況 或者是很明顯 就是我只要一坐車 只要有搖晃的東西 我都會想睡覺 對 所以因為這樣呢 就去看了那個神經內科 想說去看看到底 為什麼我的腳會一直抽動 而且你知道有一次最離譜的 就是我有一次感冒啊 我躺在沙發上面 我就睡著了 那我的腳就是 就是潰在沙發的扶手上面 結果睡一睡呢 我女兒突然抓住我的腳掌 然後我就醒來了 我就問我女兒說 你抓我的腳幹嘛 她說媽咪你的腳一直動 一直動 我看他一直動 我就把他抓住了 想說讓他停一下 我說你一抓我就醒了 然後我就問她說 那我的腳是怎麼動 是上下動還是左右動 她說你就是一下上下一下左右 就跟地震一樣了 對 所以我根本都不知道啊 所以旁邊也會覺得很怪 那這樣真的很嚴重 她就看到我在睡覺 可是我的腳就是會這樣 這樣動 那我就去 那應該是童子捐在 因為一般有時候你說抽一下 我們一般人也會 可是如果像沒有就是睡一睡 然後突然會抖一下 肢體的那個自然的抖動會 可是像這種這麼頻率這樣子 那這樣很嚴重 我是每天都會抖 然後我就去看了醫生 醫生就跟我說我要做一下 那個睡眠的呼吸檢測 所以我就依照那個醫院的規定 我就去報到了 然後晚上九點報到 大概從十點開始睡 那她就 十點開始睡 對 現在十點要叫你開始睡 你最好是睡得去 對 不然你都睡得去 我差不多十幾點 對啊 然後她就會帶你到一間 那個個人的一個單獨的檢查室 那這個檢查室其實呢 她會有監視器 所以你就是睡給人家看就對了 她每一間上面都會有一個監視器 好害羞 我睡不著 對 然後你一進去之後 她因為要做檢測嘛 所以她會在你的頭啊 你的胸部啊 就是全身會連了 大概二十幾條的那個電線 然後還會有一個鼻管 要測你的那個呼吸的狀況 結果測完之後 我才發現到原來我是中度 接近重度的呼吸中止 這麼嚴重啊 我一個小時 我的呼吸中止是二十九點五次 醫生應該知道一個小時 超過三十次就已經是重度了 所以我已經是瀕臨那個重度了 而且以前的那個 一小時才六十分鐘 你就幾乎三十次 對 兩分鐘就一次 對 所以醫生就覺得 那中止多久 中止一次就是十秒鐘的意思 對對對 中止一次就是 對 我們算次 就是一次十秒鐘 我們叫一次 不是 我意思就是說 他沒有那個呼吸中止 那個中間隔了多久 譬如說 他是這樣算 就是只要你有超過十秒 然後喘回來 他就叫一次 所以你 他如果二十九次 就是他其實在一個小時內 有二十九次 就有十秒鐘停掉 其實頻率是很高的 然後後來醫生 他就覺得說 我的夜間肢體 我的夜間肢體抽動症 跟我的呼吸中止 應該有關係 就是因為我呼吸中止的關係 所以我的腦部要喚醒我 要活下去 要記得呼吸 所以會讓我抽動一下 讓我想要去呼吸 這種感覺 可是這個醫師也是幫我安排 到了耳鼻後科 他說建議我看一下 我的整個鼻腔的構造 我的呼吸道 看有沒有那些狀況 那我去耳鼻後科的時候 還做了這個內視鏡 就是很像燈籠魚這樣 他就一條從鼻孔進去 結果那醫生就發現到 我的鼻腔的那個 是比較窄的 那再加上都會難免 會有一些過敏 那你一過敏的黏膜 就會比較腫脹 所以你再加上鼻腔窄的話 就容易會呼吸中止 所以醫生是建議我 除了就是噴那個鼻劑 讓他比較不會過敏 之外 他是建議我就是不能養著睡 我適合的是測著睡 這樣我的呼吸才會比較順 我覺得這個蠻重要的 其實測睡這個想法 你耳鼻後科 對對對 因為我們平常都會用內視鏡去觀察 他的鼻 然後醃的 他的組織有沒有塌陷的狀況 然後甚至我們會請病人 把他的鼻子捏起來 然後嘴巴閉緊 然後請他用力吸氣去模擬 他那個塌陷 這是傳統 但是現在有更新的 現在我們可以用這個叫做 就是我們可以讓病人 在開刀房 我們用麻醉要讓他稍微睡著 模擬他睡覺的狀況 但是內視鏡去看說 到底是哪個地方有狹窄的這個狀況 然後可以特別處理他這個地方 那另外就是剛剛Yuki也提到 就是你 你去做這個睡眠檢查 那傳統都是要去醫院 那就是睡一個晚上 那大家也知道這兩年 就是疫情越來越嚴重 那所以就是本來就有居家的睡眠檢查 那這個居家睡眠檢查 其實以前是用在什麼樣的人 可能就是用在重病或是不方便去醫院 那不過因為這幾年就是疫情的關係 那這就變得很熱門 因為很多人他排不到 因為你不太敢去醫院住院 然後你甚至你去醫院住院 你還要先做個PCR 還要快篩 很麻煩 那我今天有帶這個居家睡眠檢查的儀器 他大概就是像一個這樣小小的儀器 小小儀器 那我把它拿出來給大家看一下 居家睡眠檢測儀 對 居家睡眠檢測儀 那他就是他就是比較簡單簡易 那他有幾個東西 就是大概像這樣的一個小小儀器 那第一個是他會有一個這個 去偵測我們手指的這個血氧濃度 那另外一個是他會有一個管子 他有一個管子 夾著你的手指 睡眠的時候 睡眠的時候夾手指 然後他有一個鼻子的管 就是剛剛可以講的 可以接在鼻孔 那他可以接在這個線上 去偵測你的鼻子的氣流量 到底沒有下降 那另外他還有一個束腰帶 這是為什麼呢 因為他要接在你的胸部上 看你的胸廓是不是起伏 那這個很重要的原因 是因為我們睡眠呼吸中心症 其實有兩種 我們剛剛其實沒有細講 他其實有個叫中樞型 一個叫阻塞型 那中樞型什麼中樞型 就是說如果是腦傷 是因為你腦部根本就沒有發出訊號 叫你呼吸 那這種叫中樞型 那阻塞型 就我們剛剛講最常見的 大概九成都是這種 就是說 他是你的真的呼吸道的狹窄 阻塞而造成的 大概是這樣的現象 對啊 那像 是 所以我那時候 我去做了兩次睡眠的檢測 我真的覺得就是如果有一點幽閉恐懼症的人 就是如果你去做睡眠檢測 你應該會有點快要抓狂 為什麼 因為 因為你整身都是電線 然後你又怕說你移動的時候 會影響他的數據或什麼 所以我記得我當下呢 他有那個數據出來 他說我睡著的時候 那一天我大概十點開始睡 我大概七 花了七分多鐘我就睡著了 那還滿快的 可是我的問題在於 我是一個很淺眠的人 所以我七分多鐘睡著 我很容易入睡喔 我沒有入睡的問題 可是我很快就醒了 我可能睡不到一個小時 我就醒了 然後就慘了 因為那個環境 不是你熟悉的環境 然後你又全身有電線 然後又被樹了一堆東西 所以我就想說完蛋了 什麼時候天才會亮這樣 然後我這樣還睡得著 我的呼吸會不會有辦法 檢測得到我的數據的問題 你就想很多 所以幾乎你只要第一次去的人 他晚上都沒有睡得很好 所以你以後可以用這個量 在家裡 對 其實我覺得這個是蠻重要 就是為什麼 就是因為其實在醫院做睡眠呼吸檢查 他其實他會提醒你幾件事 就是睡前不能喝酒 不能喝咖啡 不能吃一些安眠用藥 因為這些都會讓 會讓你這個數據不精準 加另外就是可能可以帶自己習慣的枕頭 對 因為就是你會不習慣 其實睡不好 那一般我們這個水平檢查 通常要睡滿六個小時 他的數據會比較精準 那如果說你在那邊睡得不好 然後數據不精準 其實是是沒有意義的 那所以像居家睡眠 這個這個東西 就是有他的好處在 不過他有缺點 就是剛剛Yuki有講 他身上接二十幾條電線 那你看這個居家 就沒有做這麼多 那所以他少掉幾個 少掉腦波 他少掉動眼睛的動眼的偵測 對然後少掉肌電圖 這些就沒有辦法 像剛剛提到這個 這個夜間肢體抽動症 這個就沒有辦法檢測 因為他沒有辦法去檢測你的肌電圖 是 好像一般來講發現配偶有睡眠 呼吸中止或打呼 都通常是另外一個 他的枕邊人發現 對對其實這很有趣 因為我剛剛有跟大家提過 其實都是中年肥胖男性 那通常呢 這種就是你知道男生 就是這種這種type的人 就是他就是他通常都自己組件很強 他們其實沒有很想治療 那通常我們就會跟病人開玩笑說 這個你這個病 大概就是兩個選擇 一個就是你好好來治療 不然就你換老婆 因為你打呼這麼嚴重 你整邊人沒有辦法入睡 那個而且整邊人非常擔心 你常常呼吸停掉 而且你白天精神很不好 像有些人是卡車司機 那個是真的會造成車禍的 其實有非常多的報導 就是司機在開車過程中睡著 最近不是在選舉嗎 對 有一個太太跟他們說 因為他先生選議員 選過兩屆都沒有上 他說老公你這邊 這個選上的機會太大了 他說為什麼 他說你呼聲很高 對 你呼聲最高 這個老婆是酸民吧 很酸 他說現在打呼 然後離公一 來 我們先休息 請完告 請教卵醫師 這個睡眠呼吸中止會撞去 我們都沒注意 對對 就是我們剛剛講 他有很多慢性的併發症 所以這個疾病 就是我們剛剛有講 他 或睡眠呼吸中止代表說 他的氣管有比較大 其實不是氣管 氣管我們 氣管以下 我們叫下呼吸道 那我們要氣管以上的地方阻塞 我們叫呼吸睡眠中止症 所以如果是氣管以下阻塞 例如說就比較像氣喘 或是慢性的肺病 慢性的肺病這種比較常 就跟抽菸或是本身氣喘有關係 那我們上呼吸道這一塊的話 就是 就是剛剛有講 他的重要性 那至於要怎麼治療 就是我可以跟大家簡單的 介紹一下 那通常第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要先來做睡眠檢查 那睡眠檢查 我們會幫病人分成輕中重 那通常輕度到中度 我們大概經常都是以生活作息的調整 就剛剛有提到測睡 然後例如說帶口腔的矯正器 牙齒往外拉出來 然後舌頭往外拉出來 然後或者是減重 減重這很有效 就是根據鍋鍋 舌頭怎麼拉出來 他有那個就是帶那個就是 比較oroplane 就是牙齒的矯正器 還是什麼 就是他可以 被強迫 就是拉出來 不是說用電腦或電腦 因為你在咬嗑的時候 像我 像我 因為我們下巴比較厚縮 所以那再加上這裡的空間不大 所以像我們一睡覺的時候 舌頭往後掉 就會塞住了我呼吸道 所以當我用一個矯正器把我的下巴往前拉 他就會順帶讓我的舌頭往前動 所以我在睡的當中 他是下巴往前拉 所以舌頭不容易去塞住我的呼吸道 所以就透過這個咬合裝置 就可以維持我氣道的通常 對 然後一般來說 如果減重大概百分之十的體重 可以讓這個我們剛剛講的AHI這個數字下降百分之二十六 這是國際期刊上就有 AHI是什麼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那個 剛剛他語氣講的 他的嚴重程度 就是我們剛剛講一小時幾次 對這個嚴重程度 那降多少 降百分之二十六Percent 就是掉十公斤 比方說七十七公斤 我只要降到六十七 對對對 那我的 你有可能就從重度變輕度 就可能可以不需要帶呼吸器 所以減重是蠻重要的 那至於就是剛剛有講到 就是一般就是重度以上的 通常會建議帶呼吸器 那可是又有人戴不住要怎麼辦 那這時候就是我們耳鼻優科醫師的功用 就是我們可以幫他做內視鏡 確認他的位置在哪裡 那現在比較多都是做這個多層次的手術 就是我們可以看 他到底是哪個地方阻塞 例如他是鼻子阻塞 那我們就做鼻中隔手術 那如果是扁條線太大 我們把扁條線切除 做這個懸用垂懸吊手術 那如果有些人是舌頭太大 舌底太肥厚 那可以做舌根的切除手術 用達文系手術去做這個舌根的切除 那至於說有些人剛剛講的 下巴後倒 那可以做正二手術 我們可以把下巴這個 這個地方結斷往外拉出來 都有改善 甚至我們可以把這個舌骨 就是我們這個喉嚨 這個骨頭往前拉 拉扯 然後就會讓這個後面呼吸道通常很多 那甚至現在最新的 臺灣還沒有 就是國外 國外是怎麼樣 就是我們剛剛有講過 睡覺的時候舌頭後倒 會造成這個呼吸道的阻塞 那在美國其實做蠻多的 他們就是既然你舌頭會後倒 那怎麼辦 我就 我就做一個感應器 放在胸部 像心率起搏器一樣 那我接在你的舌頭神經上 我在你每次要呼吸的時候 我就刺激他 讓你舌頭往前吐出來 我們叫做hypoglossal nervous dumination 就是一個就是神經元刺激器 像起搏器一樣 那他是要手術裝在身體裡面 然後連到舌頭的神經 連到舌頭 這從脖子就會打開 連到脖子 這個通常非常貴 一百多萬的 在美國做非常貴的 你也要呼吸一手給你 點一下 想要有一個好的呼吸 最重要的 沒有呼吸 就沒有機會 對不對 那這個孔就會都在嗎 沒有 它是縫在裡面 縫在裡面的 對 就是好像我身體 被植入一個晶片 對 這就很像你心臟 有些人會莫名其妙心率不整 或者是有些人會停掉 所以他們也會裝一個 那個在裡面墊心臟 那我有個問題 我想問一下 所以因為我上次 訪問一個醫生的時候 就是說睡眠呼吸中止症 你不要認為他只是呼吸的問題 剛剛卵醫師也有講 但他是否有個因果關係 因為我上次問的那個主任 他跟我說 如果你有睡眠呼吸中止症 就是剛剛卵醫師講的 男性 肥胖 然後再加上說 有一些條件 他說你有睡眠呼吸中止症 慢慢會伴隨 讓你有糖尿病 讓你有高血壓 讓你有很多身體的疾病 可能你睡不好 對 那因為唐愛珍 他的老公的問題 是因為他老公有家族性遺傳的 高血壓 他又有糖尿病 所以其實如果你有糖尿病 又有高血壓 他的意思是說 到底是糖尿病 對 因果關係是 導致會是睡眠呼吸中止 還是睡眠呼吸中止 導致這些 其實我覺得這有點難難難去界定 但是就是因為為什麼 因為大型研究是怎麼做 大型研究就是說 我們把有這個病的 這群人抓出來 例如說有睡眠呼吸中止症 這群人跟沒有睡眠呼吸中止症 這群人 我們兩群人來比較 去做統計學的比較 發現說這群人糖尿病比例高很多 然後他的就是會有 就是精神方面疾病高很多等等 然後或是有例如說他有 就是勃起功能障礙的比例會高很多 所以我們發現這兩個疾病有相關 那至於詳細的生理激轉 其實有一些有找到 有些沒有 例如說像你這個長長長期缺氧 會造成就是難以治療的高血壓 這個已經找到激轉 對 因為這跟什麼勃起功能有什麼關係 有啊 這個之前那個大人自己的 勃起要沖血 血循環不好 對 太有特別 這我比你懂啦 我是幫你問的啦 就是他們有做研究 發現說這樣的男性 就是不論男性或女性 男性比較多 就是就是我們講的 叫做就是性慾下降 然後勃起功能會有障礙 對 這也是表示會有呼吸 睡眠呼吸中止 所以你看 所以老公又吵 然後又勃起又有困難 當然是搬到牆壁去住的 對 誰會跟你睡啊 何必驗尿比較多 真的啊 晚上一直吹 吹吹吹吹吹吹 吹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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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吹 小雞都沒有放雞才吹吹吹吹吹吹